注册页面我们用了这个page函数 在这个函数里面我们可以去添加页面的初始数据 页面的生命周期的函数 还有跟页面相关的一些事件的处理函数等等 现在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页面相关的生命周期函数 使用这些函数你可以在页面的不同的阶段去做你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unload 页面加载以后会去执行这个函数 输出一个页面加载 再添加一个unshow 显示页面的时候会执行它 输出一个页面显示 页面第一次完成渲染以后会执行unready这个函数 我可以再输出一个页面首次渲染完成 再添加一个unhide 隐藏页面的时候会执行这个函数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输出一个页面隐藏 还有一个unload 在卸载页面的时候会去执行这个unload这个方法 输出一个页面卸载 再复制一下这些页面的生命周期函数 打开invent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把它粘贴到invent这个页面的注册的函数里面 然后再到开发者工具上面去看一下 在控制台上面我们可以找到页面相关的信息 首先这个页面会用初始化的数据去更新一下试图 当前的是在index这个页面的上面 所以接着又会去执行了这个页面上的unload 这个时候我们让小程去做的事呢 现在又是在控制台上面输出一个页面加载 又会执行这个页面上的unshow 这里输出了一个页面显示 然后会触发unready事件 执行了unready这个函数 输出了一个页面首次渲染完成 下面我们可以再打开活动这个页面 之前显示的index页面会执行这个unhead 显示一个页面隐藏 然后又会执行活动页面上面的这个生命周期 再切换到index页面 这回只会执行invent页面上面的unhide 还有index页面上的unshow